好 這個翡翠的戒指呢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18萬 就光這個喔 對 就是這個 還沒有包括這個 這個大概差不多在3萬塊錢左右 這個3萬塊左右 所以加起來就是21萬 就光是那個小小的這樣子一個 那就21萬了 對 我跟你說 來 甄莉 你現在應該會喜歡了 對 對 真的 來 我跟你說 好 這個 石花 觀眾朋友可以看到的石花這些 看到這個呢 沒問題了 就是A貨的表現 所以你這個第一個是緬甸玉 第二個都是石花在裡面 可是呢 如果我們不擺在顯微鏡下面看呢 你又看不到石花 所以這是A貨 沒問題 不要擔心 好 好 能夠找到這樣這麼綠 又那麼透的 其實你看 說實在的也真的很少 你看 小小一個 它這個顏色應該是 滿綠色 滿綠色 對 就是喜歡翡翠的綠的話 應該就是這個綠色 對 就是這個綠色 就是這個綠色 它唯一的缺點 說說它的缺點的話 就是界圈太小 對 有沒有 界圈太小 你看一般的人手指頭 對 就沒有要給一般人戴啊 誰要給一般人戴 是... 對不對 沒有要給一般人戴 這是就是專門為了我設計的 有沒有 大小 沒有 我沒有為了我的大小 而設計的 他就不是一般人了 但就只有他戴的人 你看吧 剛剛好 你看 怎麼那麼剛好 真的剛剛好呢 媽媽生得真好啊 真的 完全都是要留給你了 沒錯 好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妳看開心了 對 我越來越開心了 你看50萬 嘴巴已經從這邊降低到這裡了 先看這個 先看手環 先看手環 這個也很厲害 來 甄莉您先拿著 來 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手環 這個手環你應該會喜歡吧 這個顏色 而且其實它... 它不是那種 就是上了年紀的那種綠 對 可是因為你知道 我們其實比較粗魯一點 所以你其實戴玉琢這種東西 對我們來講 有時候你可能 打一敲刀幹嘛 其實我也是滿怕的 可是我覺得 其實應該要讓女孩子戴那個手環 因為這樣它才會有氣質 會比較有氣質 對 它就會怕 對 對不對 可是難免還是會忘記 好 來 所長可以嗎 可以 來 我們還是一樣 我記得我們節目裡面 好像不曾來過這樣子的一個綠 然後是A貨的 大部分呢 這種綠看起來都有點危險 等一下 你剛剛說什麼 你說我們節目裡面 都不曾來過 A貨是這樣子的綠 滿綠這樣子的 滿綠色的一貨 要不然的話 通常綠都是帶一點點 對不對 漂點綠那樣子的貨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是滿綠色的 之前來過我們節目裡面 滿綠色的話 通常都是被染過的 才能夠染成這個顏色 沈莉妳覺得呢 依照剛才那戒指的狀況 我覺得應該是不是還不錯 可是一開始我們 就已經講三個是不同的東西 對喔 對啊 三個都不同的 它會不會稱叉賣 有的真的有的假的 對耶 不會 有可能 對不對 因為它一定是把它算好了嘛 對不對 它總價它一定算好了 然後呢 我也不要讓你覺得說 我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 我真的有兩樣東西是真的 這樣子 我珠寶店的話呢 我的名氣還說實在的 我還過得去這樣 就我算了一下的話 反正你這樣子是50萬 但是你買了三樣東西 但其中有一樣是假的 即便你回去發現了以後 你還是覺得說 那另外有兩樣是真的 那你就算了這樣子 那會不會這兩個是真的 哪兩個是真的 現在啊 也有可能啦 也有可能 所以聽起來你是希望 這兩個真的 這個是有問題的是不是 沒有啦 都是要 都是希望是真的啦 好 來 對 有點危險喔 聽起來 真的喔 你自己估那這個 對 沒有啦 我是估一個總價 我會估80啦 你估全部的總價80 那哪一個呢 我們就現在講這個桌子 你認為哪一個呢 那個大概 二三十吧 二三十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我們要這個翡翠的手環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一千元 為什麼 差太多了吧 來 我跟你說 其實我還滿意外的 我覺得媽媽那個東西應該是 應該可能搞不好要上百萬成 對 我跟你說 好清楚 我們電機博士現在真的滿厲害 他能夠幫我把我想要的東西他都看到 他都把它放到我們的大螢幕上面 來 這一大塊 這是在我們節目裡面的一個新東西跑出來了 交觀眾朋友一下 今天有看這個節目的 剛剛好 你學到了 這個白點 你有沒有覺得是方方的 這個白點 你有沒有覺得是方的 它不是圓的 如果是石花 它是屬於雲團狀 所以它是一團一團的 它就不會是方方的 這個 方方的 這個叫做填充結晶 意思就是 逼惑的專有的象徵 這個是經過 酸液處理的逼惑的象徵 所以當出現了這樣子 它就一定是逼惑 這是一個 真的喔 好 華倫哥它那個是 你說是填充物 填充結晶 填充結晶 對 出現了些 它的那個綠的話 到底是不是真的綠 它的綠都是假的 也是染出來的 染出來的 綠色也是染的 那到底有沒有這種綠 就是整個手環 全部都是這種綠的 這樣子 全部是這種綠的 其實這種綠 你只有兩個價錢 來 你只有兩個價錢 我們也讓觀眾朋友看一下 這個綠只有兩個價錢 一個就是一千塊 兩千塊就這樣子 另外一個就是六百萬 它不會有中間價 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 二十萬擺在這邊 我們如果現在 跟大家講說二十萬 我跟你講 從這邊已經排隊到桃園了 那個人大家搶著排隊 來標這個東西 二十萬 因為它一拿出去 馬上一百萬馬上賣掉 那個馬上就賣掉 而且國際知名的拍賣公司 會來跟你要這一支東西 拿去拍 而且甚至於都會做到它的封面 對 很漂亮耶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 對 可惜它是B的 對 所以這個是做出來的顏色 所以你真的要是能夠呈現出 這種顏色的話 不可能十萬塊你就買得到了 真的 你那總共花了八 五十萬 也不可能買到這個東西 對 買不到 你就算五十萬買一個 這個都買不到 二十一萬一千 好 那這個咧 二十一萬一千 他算得好清楚 他已經不想討論這個 他根本不管你講那一切 他就說我是... 這個咧 我至少要回本吧 到底是你回本還是你媽媽 我媽媽 我怎麼會說 我到底要幫我媽講 要回本吧 對不對 你叫我好擔心啊 真的是 我在猜這個 這甄莉自己 還有什麼愛喔 真的不是啦 這也是幫花台嗎 好啦 沒關係啦 我們還有一個啦 這個綠的話也很漂亮啦 反正全部五十萬啦 您現在是二十一萬一千 還差多少啊 所以這個要二十八萬九 要二十八萬九 二十...二十八萬九 這個珠寶店還在不在啊 應該不在了 應該不在了 那也要不到啦 就是...對 沒有啊 你這個算出來 要是五十萬的話 你也不會去要 對 就不會 他會跟你講 不然你通常還賣回國 對 我們現在把所有的希望 寄託在這個玉配上面 好 來 我們請所長看一下 這個綠的話呢 它是有層次的一個綠 有一個很深的綠 然後有一個很淺的綠 然後你看喔 這裡有一點凹進去有沒有 然後我們...你看 往裡面挖 為什麼 挖掉 要把這邊挖掉 為什麼 等一下告訴你 來 我們請 二十八萬九 擺在選微鏡下面 他一定要有二十八萬九 不是 我擔心那個 可能只有一千塊耶 跟那個剛剛一樣耶 因為所長有講過啊 這種的話 要嘛就是兩個價錢 一個就是一千塊啊 你那個搞不好 跟那個手座一樣 如果是B的話也是一千塊 所以你可能還想得太美了 二十一萬兩千塊 你是賠一半 所以你覺得真的 可以開始開珠寶店了 他都知道 一個就是一千塊 你想聽另外一個價格嗎 另外一個價格 兩百五十萬 那有可能 你覺得呢 我覺得 對 可是剛才那個玉琢這樣 你讓我這樣 這樣那個心情 好像做營銷杯這樣 反正我跟你講 現在情況就是這樣子 你就賠了就已經算了 因為你也找不到珠寶店啦 那不然還能怎麼樣 那你現在就是寄望說 兩百五十萬 好啦 這裡今天已經賺到三百了啦 賺了啦 對... 太算了 對 沒關係 那那個珠寶店的營樓 下次看到甄莉的話呢 一樣喔 沒有關係 因為他這邊已經賺三百萬了 不行... 所以後面再讓他賠 沒關係 不行啦 好 來 好 真理 我們就講實話好不好 我們一切都得講實話 對不對 就是講實話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玉琛呢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兩百五十萬 真的假的 真的還假的啊 對 這一個是對的 這一個是對的 你嚇死人了 你剛剛講那個挖空 那個根本就是 嚇到我了 那個挖空的是好事 真的嗎 我跟你講 他會把它這樣子挖空 那代表這邊一定是髒東西 他把髒的都挖掉 我剛才在講的時候 把髒東西挖掉了 你之前不是有講說那個挖空 其實要讓你貼那個被子 然後把它貼那個膠嗎 對...那重點是 對 他自己本身夠啊 他剛剛這一個是自己本身夠厚 他自己本身不需要 他雖然把它挖空 他本來這邊有髒東西 他把它挖掉 然後自己本身也是夠厚 然後我們先 我們已經擺在顯微器下面 我先跟你講一下 腿都快軟了 這個250萬 前面到底賺多少都不重要了 因為這一整組只花了50萬 所以等於是說 他已經最起碼賺了200萬以上了 對 來 我講給你聽 很簡單 這個 這個 你看 如果是逼貨 它是一個緬甸運 沒錯 如果是逼貨的話 這些黑點一定會開始有擴散 一定會開始這黑點的旁邊 一定會有一點點開始擴散的 暈出來的感覺 暈開的感覺 對 暈開的感覺 現在這都沒有 不但是一顆沒有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六顆 七顆 八顆 都沒有 所以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個我們現在看到是平面 它實際上是一個立體的 有高低的層次 所以代表說如果 如果有酸液進去的話 它至少會在不同的層次的地方 一定會酸處理到其中的一顆 現在的一顆都沒有 意思就是它根本就沒有 包括這邊還有一顆 統統都沒有 所以它都是一個天然緬甸域 標準的翡翠 恭喜真麗 太厲害了 我都嚇壞 我都想說你應該會賠險的才對 那個心臟要夠強耶 腿都軟 你現在要嘛就是下地獄 要不然就是上天堂 你看就這樣子賺了兩百萬 不然的話就是賠了二十幾萬 真的 這真的要會買東西 你看買對東西的話 買對東西一件就夠了 你看我要拿在手上 他都不讓我拿 他趕快把它掛回去 不要動...趕快給我擺回去 來 真麗 我問你 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還會去怪那個珠寶店嗎 不會啦 他賣了你一個假貨 就是其實他可能就是 他原本就是買二送一啦 你講得好 沒有 他本來就是買二送一 所以我們不要拜他 所以他搞不好 真正要賣你的這個五十萬 那其他這兩個 他其實是三億 真的假的你自己去看 以總結論 對不對 最起碼這個東西的話是對的 不得了喔 兩百五十萬耶 很棒...那個很棒 好 來 今天我們謝謝珍莉了 下次希望媽媽的保險箱裡面 你再多看一些東西 再把一些好東西 帶來給大家看 OK的 好 謝謝珍莉 謝謝 好 緊接著我們要歡迎的是 來自於美國洛杉磯的敏先生 是 應該是這樣子算沒錯啦 是 您現在是剛好回來度假 是 在美國待了多久的時間 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這麼久啊 對 所以就是年少的時候 到外面去打拼 然後現在回來台灣 好好的享受一下這個 退休的生活是這樣嗎 是 好 那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他帶來的東西的話 居然都是從美國買 帶回來的 對 從美國帶回來 有一些是朋友送的 有一些是買的 是 好 我們第一個先來看一下 這一個 這個是白匪的戒指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是在洛杉磯 對 洛杉磯買的 在什麼地方買 洛杉磯一個浴室廠 洛杉磯的浴室廠在哪裡 對 是在一個超市裡面 它有一個專門賣浴的一個 專櫃 專櫃 對 專櫃 超市裡面的專櫃 對 專櫃 可是他說那個是一個浴室廠 對 它專門賣浴的 然後排很多嗎 有多少攤在那邊 沒有 沒有 它就一攤 就只有一攤 只有一攤 那應該是超市的專櫃 專櫃 對 那這個超市是在哪裡 怎麼會賣這種東西 這個洋人不喜歡嗎 華人超市 華人超市 在China Town裡面是不是 不算China Town 那是大華超市 大華超市 大華超市有這個 對 洛杉磯很多大華超市 OK 好 那這個那時候 是幾年前買的 這差不多三年前買的 沒多久 對 沒多久 來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個我剛剛研究了半天 他也是封底的 這個確定是白匪嗎 他告訴我們這白匪 他告訴我們這白匪 賣的人說白匪 好 來 來 店還在嗎 店還在 還在 是 三年前 我幫你討公道 幫你跟他做確認 到底是真的 好 要先看一下 他買的價格 到底合不合理 不然也沒必要討公道 是 你買多少錢 那時候買的也不貴吧 多少 兩百 兩百美金吧 兩百美金 六千 六千嗎 好 來 那時候買六千塊便宜 好 白匪的戒指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戒指呢 目前市場上 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